台湾铁道风光 画成一张张摄影作品展出 文化部驻至台湾文化中心 最近在日本东京举办 台湾文化路径铁道片展览 集结10位台湾铁道摄影家 共85件作品 呈现台铁、高铁、糖铁、林铁、矿铁和捷运的风景 现场还展出台湾铁道印票等文物 期盼更多日本民众认识台日铁道交流室 自从NHK这个路的联系器播出以后 大家对台湾铁路跟日本的关系 开始有注意 今天这个展览 让大家都了解一些东西 对我来讲当然换起很多回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在家里 线上看 或是花一点时间来自己看 多多了解台湾铁道的现状跟历史 策展人陈威成同时也是铁道摄影家 他特别点出台湾铁道文化融合东西方 和日本的铁道风情很不一样 他还包括了就是美国包括了欧洲 那等等各国的火车到了台湾 所以整个部分它会让台湾的铁道 会变得非常有趣 因为它融合了东方与西方 那这个文化 这个铁道文化其实在日本是看不到的 那这个也是台湾的铁道趣味 跟日本铁道趣味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展览中也放映一部由黄威胜指导的 印票传递纪录片 聚焦可能面临失传的台铁名片式车票印制流程 相关宣传片日前在网路公开后 已经有近4万人次点阅